最近讲了关于电影的一些话题 很多朋友都挺感兴趣的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的电影 我到底为什么爱看电影呢 在电影中我更想收获什么 其实可能是视听盛宴下 带给我的顾名与人生思考吧 这个春节党令我印象深刻的台词 是《飞驰人生2》里的那几句 我努力过无数次了 但我明白机会只存在于其中的一两次 这辈子很短 做自己喜欢的事不留一丝遗憾 《飞驰2》在春节党票房表现很稳 足以看出观众满意度还是很高的 我是在春节期间 在澳洲的电影院里面看的 现场的氛围很好 有欢笑 有感动 口碑很好 我是打算过两天有空再去二刷一下 《飞驰1》我也是看过的 我感觉这次《飞驰2》的赛车场景 比起《1》更加惊险刺激 有人觉得赛车内容过多了 但是我觉得刚刚好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高速飞驰的赛车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和路况下 完成飘移 冲刺 尘土飞扬 在电影院里听到引擎轰鸣声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赛车碰撞测试也相当牛 这次沈腾的表演可圈可点 我记得他终于找到 证明他清白的证据的时候的那场哭戏 真的很感染人 我感觉其实一段时间以来 观众们都因为他是喜剧演员 而忽略了他的演技 这次他真的展现出了不一样的一面 有的人可能不理解 张驰为什么一定要赢 其实电影当中已经给出了答案 我没有想赢 我只是不想输 事实上最后张驰也没有成绩第一 他只是以较好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我认为编剧是懂得什么是真实的人生的 经历过很多之后 我们只想试试看能不能证明自己 因为有些事不是过去了 只是接受了 战胜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面对恐惧 尽管这很难 电影里有一个细节 不知道也多少人关注到了 事实上张驰最后的比赛成绩 比他第一部中的成绩还快了一点点 虽然电影当中没有强调 但每个看懂了的观众都会为之激动 我认为这是想告诉我们 通过努力 我们可以超越过去的自己 哪怕只有一点点 构成电影中最精彩部分的赛车戏 不仅仅是速度与激情的展示 也让我们看到了走出人生低谷 坚韧不拔的精神 看到了克服年龄 技术和身体上的挑战 不断突破自我极限的超越 坚持与勇气 看到了协作与信任 看到了抓住转瞬即逝机会 一往无前的光荣与梦想 最近我做自媒体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我明白有的路是自己选的 即便他不满经济 感谢这个春节党 让我看到了《飞驰人生2》这部电影 我从《飞驰人生2》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或者是真实的自己吧 有些事不是准备好了才去做 而是做了才能看到希望 这句话与更多的朋友共勉